插入函数 要我们这边有一个地址函数 跟地址函数范围 刚刚有示范过就是那个地址函数 一个罗伯克坑 这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最好是改成这样 就地址函数范围按确定 然后可以给它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给它之后的话 它会是用正列的方式 一个一个给它 最后的话 它回来的东西 就会是一个完整的地址 这样感觉会蛮好的 这样效率应该会增加许多 所以以后的话一选 直接向下填满 全部都完工了 这感觉其实还蛮好的 可是这个要怎么做 我们大概分成几个阶段来看 第一个就是 如果不用范围的话 怎么做 OK 首先的话当然 如果我这个地方不是范围 就必须一个一个 慢慢选 不要花时间 这个部分前面有讲过 我们也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的那个 最原始的做法 是这样 就是说呢 我一样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是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是会Return 返还 返还一个什么 一个最后的结果 给我自己 所以你会发现 最后一定还是返还 最后一个结果 给我自己 但是它会跟使用者要 总共应该是从 邮递区号一直到楼 总共有八个东西 所以它变成要一个一个慢慢选 那选完之后的话呢 那这些资料呢 一样会存放在 这个所谓的引述里面 比如说 我们 这是一个中断定 但如果你将来要 除错的话 Function一样可以除错 那怎么除错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这个可能 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你可能还是要一个一个慢慢选 那它有点是把这个资料 丢到这个地方有个引述 这个引述的角色就是暂时帮你放什么 帮你存放你现在选的东西 放在这里面 实际上就放在记忆体里面 然后帮你暂时存放住 存放住就按确定 因为我刚有设个中断点在那个方悬的 这一行里面 所以它会停在这里 一样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基本上你油标放上去 每一个引述里面都有存 它要的 断里面没有 像里面有 每一个里面都有 那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去判断 比如说哪些呢 断像弄 后不用 揉 必须要加上 它原来进来进来的是 假设是弄好了 54 可是后面需要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像 所以呢我用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if 这个断里面 如果不等于空的 就是里面有资料 那我就加一个几段 好 特别注意 刚刚之前有同学问说 老师为什么以前你写是if then 写在下面一行 然后加一个end if 为什么这里你写到后面呢 特别注意 以后如果说你遇到 if then的后面呢 只有一行的话 你写在这里是合法的 但是有两行以上就不行了 一行 因为刚好我们就一行 所以呢如果我说它里面不等于空的 那就加一个段吧 如果像也是一样 如果像里面 不是空的 那就加一个几像 弄也是一样 号不用 号的话呢 因为它本身呢 300 那这个号 号的话 就要加一个什么 几号 所以不用判断 前面这个判断拿掉 几号就可以 这个因为它进来的话是 几号 那我要把它怎么样 改成 加一个号字 所以拉回来 几号 再来的话呢 全部串在一起 那全部串在一起 实际上就把这些引数 全部中间用end 再丢回去给自己本身 丢回去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最后的结果 把它全部执行 全部执行 OK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最后的结果出来了 不过这个缺点是 你要一个萝卜一个坑 慢慢去填 那第2个方法呢 我们把它改成 叫地质 地质函数 后面加一个范围 用选的 那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前面有讲过 你选的东西 到底将来要怎么去接 才是问题 这个范围里面 当然我们可以 分别把它断开来 实际上就有点像正列 一个萝卜一个坑 不过呢 这个范围 丢过去 它接收到了 那也许我可以把那个范围丢给一个变数叫A A它是一个正列 这个格子里面呢 放得特别注意喔 它一样的概念跟Sales很像 一定是列 一定是蓝 有没有 一直到第8 所以如果你要抓 邮递区号里面的资料 一定是多少 A 刮胡 第1列 前面是第1列 逗点 第几篮呢 第1篮 这样子可以抓到邮递区号 那第2个的话 程式的话 你可以用A 里面的什么 一样是第1列 那后面的话呢 就换成第2篮 以此类推 到最后一个是A 1逗点8 这个应该可以 可以理解那个规则吧 那反正呢 将来如果你 只有选一个范围 那就只有一列 特别说这个列 指的不是工作表上面的列号 指的是针对这个范围里面的列号 OK 因为只有选一列嘛 所以一定是第1列的第1栏 第1列的第2栏 这个规则 如果你记得的话 之后要来撰写 改成那个范围就比较简单了 那我怎么改 特别注意 我是直接拿原来的这个 拿原来的这个 直接把它的复制 贴到底下来 贴到底下来的时候呢 把它改成叫地尺函数加个范围 不过特别注意 直接把下面的部分呢 也把它改成范围 那里面需要哪些地方的修改 其实 第1个答案 近跟初 这个地方的话呢 本来是这么多了 改一个就好 地址范围给我 OK 然后再来的 原来是这样子 好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那个规则性 因为进来的东西呢 我这边第1行是 先把 使用者 传给我的 因为他选了一个范围 先丢给哪里呢 先丢给 A A帮我接到了 所以特别注意 丢过来这个地址合并里面 的 邮递区号 就我刚刚讲的 A 1 1 A12 一直到A18 那所以 以后只要看到段的话 你就要知道 用A14 取代段 这个地方 OK 所以后面的话呢 几段有没有 我原来写的 干脆我把这上面的先 这个拿掉 看上面就好了 因为一样的东西 那我就是 直接先把 他给我的范围 丢给A 那这个A里面呢 要抓到第1个用这个方式 一类推 所以后面的话呢 如果是段 基本上我是 从上面复制下来 拿来做修改 所以你会发现 感觉上好像是取代的 这个下来 然后 这个也直接下来 这个也直接下来 那后面几段 因为它是一个字串 串在后面 这个没变 然后再来是 None 这边有一个5 所以实际上 这个很简单 只是说很费工 Ctrl C 记得哦 不要 不要 就是 这个上后面的数字 不要忘了改 因为它之前有同学是忘了改 或者没有改正确 最后的结果就不正确 所以 None 就是6 然后 How 7 再来的话呢 8 是 Low OK 然后呢 最后再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1到8 全部串在一起 OK 当然这个地方还可以简化啦 这一行可以跑个回圈啦 不过我觉得跑个回圈对各位来说 应该比较困难 这样写应该比较直觉 跟上面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是有点像取代掉而已 好 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这边设个中断点好了 那我们就是 这个方法应该简单许多 如果你做了一个范围 我觉得应该会好用很多 为什么 这样一选 按个确定 答案就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A里面现在放什么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中断点放下面 它执行过 你按右键 它有个新增监看式 按确定 这个所谓监看式就是 因为你里面是一个正列 你如果不知道里面放什么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是 A 第一列里面 因为一笔记录 一笔REC 就像资料库一样 里面有总共有8笔记录 分别是这些东西 如果你要看到里面的东西 我建议各位将来可以学一招 中断的时候 选举它 按滑鼠右键 这边有个叫新增监看式 这个还蛮方便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细节 通过这个部分的话 去了解 最后的话 一个萝卜一个坑 最后的话 把最后结果 记得 Return给自己 输出 这样的话 结果就出来了 OK 最后结果大概是这样 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是 利用范围的部分 云端上面 看一下 基本上 这一段 我把它还没贴 等一下我把它贴在下面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可以从那个 地址函数的这个方式 来做修改 我给试试看 这个有点难度 不过如果你懂了这个方法的话 以后 你在操作 自定函数上面 就会更得心应手 选一笔Return 整个全部都帮你做完了 好